课堂上老师问同学们的梦想是什么 然而得到的回答不是做大明星 就是做大企业家 可唯独小迪的回答却很奇特 我要做一个穷人 面对同学们的嘲笑 小迪并没有在意 因为爸爸说只要有鼓气 不吹牛 不打架 努力读书 就算穷 到哪里都会收到尊敬的 同学们听后纷纷沉默不语 唯独前桌的小花为他鼓起了果 曹主任正思考该如何评价 可手上的钢笔却不小心掉在地上 小迪健壮便走上前捡起 然而却被曹主任所嫌弃 不要走过来 放上 回去 回到座位的小迪不但不稳屈 反而选择用微笑来化解干大 在这所贵族学校里 他们个个都是权贵子弟 不仅穿着得体 而且上下学都有豪车接送 唯独小迪显得格格不入 但他却没有因此感到自卑 可在曹主任言论 他始终没有被接受 要走过来 老师找借口 快走不能给我干净一点 好在袁老师出来解围 才没让小迪继续被训斥 在询问后得知 小迪上学的时候摔了一脚 才导致满脸的灰尘 那为什么没有爸爸妈妈来送你呢 妈妈很早就去世了 爸爸很忙 那你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 做民工 正如小迪所言 他的爸爸是一位民工 每天都顶着烈日在工地搬砖 身在底层的阿兴 深知读书才能改变命运 于是为了供小迪读贵族学校 他日以继夜地工作着 以至于包工头都有点看不下去 我儿子也只是读普通学校 有什么分别啊 也不是 不过是想让他读好一点 不想他将来跟我一样吗 那你也有能力才行吗 我觉得他能力很强啊 我说的是你 你只是个散工 凭什么 你怎么顶啊 而阿兴没有回答 只是让包工头多给自己分配点活干 但高收入就意味着高风险 在三十米高的楼顶工作 稍不留神就会摔成肉泥 晚上 下班的阿兴来到一处废弃建筑 而这里正是他和小迪居住的地方 为了能让小迪睡得舒服 阿兴特意买了个电风扇回来 哇 电风扇耶 真的还假的 太好了 我们家终于有电风扇了 可当接通电源 电风扇就冒起了烟 好几十块钱啊 这旧风扇 你是不是又给人耍了 不会 我买的时候还是好的嘛 小迪没有埋怨爸爸 因为他知道爸爸赚钱不容易 在一番吵闹过后 小迪躺在爸爸的怀里缓缓睡去 第二天 来到学校的小迪 看到同学弹踏新买的玩具狗 可他只是凑上钱看了一眼 就被弹踏给一把推开 这个玩具狗在世界上 只有两个 另外一个在美国总统女儿的手上 你在干嘛 我在吃面 你给我看出来 你看你矮的这个样子 什么都没有用啦 我都五块啦 但他凭借自己的父亲有权有势 不但带着自己的跟班到处欺负人 甚至连大块头阿娇都免不了被他挖回 你在干嘛 我在吃饭 他几次人就走得那么大块 我不用回去看一山 孩子那么多 吓死人啦 小迪健壮 立马冲上前进行阻止 可却遭到但他的冷嘲热讽 走了 穷鬼 我不想跟你玩 小迪没有做出回应 而是默默地转身离开 体育课上 小迪因为球鞋太破烂 导致被老师罚战 而阿娇为了感谢小迪的挺身而出 也故意没穿球鞋 其实我带了 只是我故意不换而已 为什么 想陪你一起罚战 看着阿娇三百斤的身形 小迪不由地咽了一口口水 而两人也因此成为了好朋友 这天 阿星带着小迪在商场逛街 但眼前这款名为长江一号的玩具 让小迪为之着迷 可为了供小迪读贵族学校的阿星 身上怎么会有多余的钱买呢 见小迪迟迟不肯松手 阿星便只能狠心将他痛给一顿 可身为父亲的阿星 怎么会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呢 于是在晚上下班的时候 阿星来到垃圾场试图找一个玩具 可就当他翻到一部电视机 一艘诡异的巨大飞船 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翻船 12年